在买秋衣秋裤的时候吧 我还事先问了她妈一声 我也给你买一声吧 她妈说呢 有一身穿就行了 不买了 后来我自己买了一身 就放在我那个屋了 等转天一找 秋衣秋裤没了 后来我才发现 穿在她妈妈身上了 我妈有错吗 你想一想 你嫁到我家就是我家的人 那我家的东西 你想一想 我妈穿你条秋裤 还用第三下子的去求你吗 别不是说第三下子求我的问题 穿在你妈妈身上可以 你告诉我一声 我不会不让你穿 家里大到一个照相机 小到一把剪刀 说没就没 我只说找我就找不着 我在家里任何的权利都没有 我是一家之主 所以说我有权利 那么想一想 就我有支配权 在说我这样东西 你说也不是外人 你说我还用征修她的意见吗 什么叫一家之主 那我不是你的妻子吗 那我是什么人呢 难道我是个外人 这不是还是处处 把我当的一个外人来看待吗 那你们离婚是怎么离的呀 离婚就是因为一套拆新房嘛 我和他就是原先不提出 买房子那件事嘛 他人家不同意 他还说我父母这么照顾孩子 这么不容易 你还不知道敢按 净挑刺 我感觉就是这么一事 你想一想 他一点都不许会感恩 下班回来吃县城的饭 孩子有人照顾 你说你一点不感恩 总说这是那 我感觉他就是个白眼狼 我怎么觉得你像白眼狼啊 兄弟 你跟我说跟父母住是为了孝顺父母啊 我怎么听你这完全是给你做饭 给你看孩子 那老人的心情都是这种心情 行吧 他还说呢 你在我家不得感恩 你愿意住 你这里出去住去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住 我一气之下 我就回了娘家 回娘家三个月嘛 他家就没有人来接我 我就是有点沉不住气了 自己就主都回了婆家 回婆家一看 他们家在商量一些事 他父母就格外有一个就是开签房啊 在我回娘家的三个多月期间 他们家我就估计 就是在预谋这件事 你说话别那么歹毒 什么叫预谋啊 怎么不是预谋 他们家的意思呢 是想写他的名字 看我回家了 拿了一份协议让我签 这协议上的内容是这么写的 父母吧 愿意把这个房子 转赠给我的儿子 与我这儿媳妇无关 啥意思啊 你说我也懂法 那一个那个意思 你想一想 说在这七八年当中 我们摩擦不断 那我父母有我父母的顾虑啊 他们年龄大了 你想一想 他们这辈子 这大半辈子 唯一的积蓄就是这处房产 你想一想 能因为我们俩的婚姻破裂 把这房产分给你一个外人吗 什么叫外人 你看你初初把我当的一个外人来看待吗 然后我一气之下 我就提出了离婚 当时他们家就是马上就同意了 你连家你都不顾全大吉 连孩子你都不想要 你说你 你提出离婚 那你想一想 那我可能也是一时之气 我也很重 我当时不是生气吗 生气就是处处你们提防着我 好像我嫁给你 就是突依你家的那些财产似的 那当时突依你家财产的时候 我为什么还要想着从娘家借点钱 还要想着你住房公秘金 再带掉款要买房呢 你嫁给我那天 你是我的老婆了 你就应该顺从我 我说啥 你就得听着就完事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那我是啥呀 你总是感觉他理解的有点偏激点了 你想复婚吗 想复婚 因为我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吧 孩子的内心这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这孩子跟谁啊 现在跟他妈妈 人家没有不要孩子 当时他就为了争取这个 说必须孩子归他 那我先归他就归他吧 我家也是个女儿 因为女儿吧 跟他妈妈的关系吧 感情非常的深 都是女儿跟爹的感情深 没听说过女儿跟妈的感情深呢 特想要的儿子传宗接代吧 想要吗 你得以我这想法 郑杰在这儿吧 你今天是真想跟他复婚吗 对 我诚心诚意的想跟他复婚 为什么呢 我感觉 这段时间他离开这家之后 我也感觉到 他对这个家庭来说 真是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那你当初干什么去了 当初处处把我当的一个外人来看 就拿开家庭会议来说 每次开家庭会议 你们家都得背着我 甚至说告诉我 小梅 你出去一下 我们家商量点事 什么意思啊 他总是这么想 他怎么这么理解 是还是不是吧 他不是家庭会议啊 是什么事 我爸爸妈妈在家我坐在一起 有时是我姐姐 我姐姐家的一些私人事 你想想跟他也没有啥大关系 我感觉他听不听无所谓 也没有啥发言权 什么叫你姐家的事 那我嫁到你家 你姐不是我姐吗 就有一次我说 开家庭会议就要我听听呗 他说你真的自己犯回事了 就是这么回事啊 你没有啥权力 再说不处 咱说话质地有声吧 您说的是他在你们家不可或缺啊 怎么又变了 我感觉到 他到底是不可或缺 我的感受从来不考虑我是怎么想的 就是以前吧 我们买了一个弹簧床嘛 这个弹簧床买的时候吧 他们家就百分阻挠 我自己就是一个月就少花点 如果攒了些钱嘛 攒了几千块钱 我就我就买了 他们家亲属来串门带着小孩 特别爱上我们那玩 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 不说 他就把我这个弹簧床 当作一个玩具来玩 就当作蹦蹦床 弹簧都崩坏了 你说能不叫人心疼吗 这小迪大作有啥大惊小怪呢 再说是我表姐家孩子也不是外人 我跟他都甩不出话多少回了 然后他就是不听我的 后来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了 我只有用把这门锁上 但是这种做法是我最不理解的 你把门锁上 我表姐再来他会有什么感受 心情都没有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当着很多人的面前说 你真拿自己当盖聪了 你真拿自己当这个家的女主人了 那我不是这个家女主人 我是什么呀 我是你取回这家的工具啊 只是伤害自己工具吗 我认为你爱一个人就应该爱无尽 你应该接受我所有 哪怕是缺点 那你接受他的缺点吗 说实话我听不下去了 我怎么觉得特别像我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个解放前的那个 同样戏 老师们给说 我已经快延续了 对啊 就真受不了了 我现在可以感受到这八年来 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别再给我打板啊 公共来现场 来我们有请吧 你好大叔 今天来拿话筒 目的是劝我儿媳妇和儿子复婚 你觉得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呀 我有一处老房子拆迁 因为他们这个小两口吧 在平时过日当中 经常吵架 我们当老人的吧 也就说实在的 担心他们离婚 我就跟儿媳妇说了 跟他签谋协议 所以呢 儿媳妇这时候就更恼了 来之前呢 老伴已经有病了 就是他让我说 你到那里好好劝劝他们 让他们破镜松原 儿媳妇也想一想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说你回来过日子 你提一些条件 我们也可以考虑 虽然说现在我们离婚了 但是我还得叫医生爸 你想一想 你们家处处就是 把我当作一个外人来看待 我在这个家我就觉得 过去的事 咱们不说那 公公都说了提条件提 我现在觉得 我就是再回去这个家 我个人觉得 这个未来我们回去之后 谁管钱呀 他如果要回去的话 那他做什么 行吗公公 行 那我们要回去的话 那房子的本上写我们的名字吗 也可以考虑 不不您得给我们 您不是说我们提条件吗 他们是夫妻呀 财产是共同的呀 但是实际上我爸 我妈他也他们的想法 我们俩都说两口的 没错呀 这跟老人没关系 但是正常应该 我应该跟父母商量一下吧 这毕竟不是我 因为不是我的财产 这是你的了 赠予给你了 就是你的了 如果他要真诚意诚意的 回来跟我过日子 我可以 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的要求就希望 而喜欢儿子 脱镜重园 成功于好 好好好 谢谢您啊 谢谢您 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老人没什么不好的 就这儿子 他不会 不会做 所以您看 还害得您今天到这儿来 注意身体啊 回家问老伴好 好吗 谢谢您啊 谢谢您 请回请回 父亲也聊了 我觉得如果你 不把这个问题 有一个发自内心的重视的话 什么房子 都可以不要 不用回去 如果你真的意识到 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了 我觉得 妻子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未来的生活怎么办 接下来让密奇进入 丘比特问卷 刚才看到你爸爸上来那一幕吧 我挺难受的 我也难受 是因为爱想让他复婚吗 想让老婆回去吗 不是 他买卖 你回来 房子可能可以写你名 钱 好吧 好像可以跟你管 我才不信 回去 钱照样你管 房子写不写他的名字 他说了不算 但我愿意为他改变 我不信 为什么 从小根深蒂固的理念 随口而出的理由 一个人改变不了自己内心的 真正的对社会的认知 重男轻女会跟你一辈子 那么我认为白看笑为钱 那么孝顺老人就是 你真的是孝顺 完全盲虫就是孝顺 打着父母的旗号 行自己大男子主义之时 就是孝顺吗 刚才赵老师说的对 在你的心里 妻子是外人 而且我悲观的认为 这种想法很难改变 我不觉得你在两个人的 就是共同生活的过程中 有真真正正的去 尊重到你的太太 她是个人 她有她的思想 她有她的感受 她有她的一些顾虑 你需要去照顾到 同时她也会照顾到你 这样两个人才能继续向前走 你只是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一方 只是顾忌到你父母的这一方的时候 你让人家怎么去接受啊 换成是我 我打死都不嫁给你 我疯了吧我 最最基本的一些事情 你没有做到的时候 你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 我不想跟你谈 个别地区的陋习 也不想说你的大男子主义 我只问你一句话 你爱这个女人吗 爱 拿什么来证明 如果你爱她 你怎么能给她当成外人呢 古生有传统 老公叫老婆什么 内人 你又把她真正当成老婆 真正当成一个爱的女人 放在心中吗 闷心自问 你既对不起她 其实你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她为你做了多少 工资卡都在你这 在你家都没有权利 发言权都没有 大家开会让她走 她在你心中的位置到底是什么 你这次来 你没有说我是因为爱你让你回去 而是说我们家缺不了你 缺不了她什么 干活出力 当母亲 教育孩子把女儿还给你 你缺不了的是这个吧 你缺了是她这个人吗 那我相信她以后日子我会弥补 不是弥补 你先自己问 问心问自己 你真是爱这个女人吗 如果爱 你让她回来用各种方式去弥补 即使你现在在这个场合 你说那个房子上写你的名 写了名又怎么样 回去住在一起没有爱 在一起又怎么样 能幸福吗 所以你要闷心自问自己 是不是真正爱这个女人 如果爱 让她回来给她应得的幸福 如果不爱 你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和青春 来那个气死的人 跟你蓄一口气 我说实在话 我还没缓过境 其实录这节目录了四五年 让人生气的特别多 我都感觉我自己怎么那么贱 觉得录的第四年第五年 从这事还会这么生气 是 还会这么生气 但是问题是我们生气 有人根本不生气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口口声声 一家人 其实从来没有把别人当成过一家人 甚至没有把别人当成人 口口声声说 我的妻子不可或缺 但其实要的不过是个顺从的奴隶 口口声声说 我要来复婚 其实不过是趁离婚期间 把房子搞躲了 回来要孩子而已 只顾自己的感受 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 极其自私 说话 手不摸着良心 嘴不对着心 极其虚伪 如果我是你 我带着孩子另嫁他人 我找一个 哪怕不是他的血缘关系的男人 只要他政治 包容 善良 我就让他叫他作罢了 我很久没有 这么冻真气了 你知道吧 但是今天实在有点听不下来 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 其实几位老师都提到一个词 就是 我们有很长时间 没有碰到这么不尊重别人的人了 那个川啊 我生怕看见 待会呢 这小子 甜言蜜语两句 他待会又从那出来 我待会气得不行 我先退场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这是他的 他的一种表态 我觉得大家最大的气氛 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 而是你用一种 所谓